各位朋友早上好 今天早上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更加的详细关于那个无花果的高压法 就是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多视频的 我有做自己抢出来 然后我有做一个无花果的无瓜皮的高压 上次有些视频我有跟大家讲过 可是今天我想做一个最新的 然后最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无花果的它的分叉这些 或者它的这支这些它的都比较小 然后它的皮也比较薄 然后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使用的不是单独一节的高压 可能两节三节或者很多 然后我们一定要进行高压 然后高炸最好的那么多的话 我们最好是用无薄皮的高压设最好 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会去准备一些 就是有个这个然后去去捡它的叶子 然后尼龙的小的袋子去绑扎的 然后这个尼龙袋捡出来的 然后OK然后这边是叶子盒粉碎出来的 完全没有加任何东西到里面 纯粹是叶子盒的粉碎的而已 然后今天我会进行高压给大家看 然后我高压之前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像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些地方啊 我们一般经常下雨或者经常浇水给它 它会冒根长根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进行高压 然后完全没有剥皮呢 我肯定百分之百是可以 我有做过好多次 然后我都是完全没有剥皮的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五花果除了它的叶子柄 这些地方没有长根 其它的皮 不管是什么位置它都会长根的 它从这里截的中心这里 一截一截 我们有看到有一截一截的吗 这里设为中心 这边是容易生根 因为原来我们观察到 它也会有一个半点半点 这些一点一点的这些 都是长根的圆体 ok 然后它的皮这里它也会长根 我们高压的时候 我们有三种高压 我们可以进行在这种 第一个 我先又先没有剥皮的 没有剥皮 我们用土或者叶子核 或者其他的有机的芽屋 包在上面这里 我们把这一截的为中心 我们这样包 它会从这里长根 然后皮在皮上面它也会长根 不管什么地方在皮上面都长根 只是我们把它的节点的这个地方为中心而已 那是第一个是没有剥皮的 第二种的高压 我们可以从它上面这里 我们不要剥皮 我们直接用刀 或者其他 划一条线在上面 划一条线 这样划 这样划 或者对面再划 划一或者两条 让它的长根的速度 更加更加快 第三种我们是剥皮 划两圈在两边 然后把皮剥出来 可是那种的话 我们只能做两到三节 是可以 可是我们做到五六节的时候 然后时间长的话就不好 因为我们剥完皮之后 它的叶子的营养都减少 它可能会掉落 叶子掉落 如果没办法 如果它来不及长根的话 大概一个月之间 没长根的话 它可能会死掉 会糊 糊尾掉 所以最好我们是使用 没有剥皮的高压去进行高压 好今天我会 再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OK 我先 做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 OK 像这个地方我会做大概三节的高压 OK 给大家看 然后我是完全没有剥皮的 OK 这里每一节高压的时候 我们只要留 一二三大概三个压点 三到四个压点 是最好的 首先呢像这个地方 我大概会 剪 把一个椰子的剪掉 OK 然后我今天使用的是完全没有 加生根基的 OK 然后我们看这里是椰子粉碎出来的椰子和粉碎出来的 然后这个 尼龙包 我们怎么包呢 这样包就可以了 这样包就可以了 椰子和粉碎出来 它的粘度 比其他都差 所以我们抓的时候 要有一点技巧啊 要不它会叼 下来啊 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地方非常的重要 我们绑扎的时候 我们不要 过大的用力 比如我们用力太大 我们会 压到它的皮 压到它的皮啊 的话 它会堵住营养 所以它也会死 所以我们绑扎的时候刚刚好就好 不要我们一直弄到它的皮子都扁了 这样子又它也会死 OK 那是第一节 第二节呢 我们再往下面一点点 这样子 我们看这里 一二三 我们留大概 这三个 然后第四个的地方 我们再剪掉 OK 这样子 我们有生根基 我们完全可以涂在上面 都OK 没有也没关系 OK 因为它原来也可以做千叉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无剥皮的高压呢 它千叉也可以活着 OK 一二三 没有 一二三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地方我弄缩 因为我们这里一二三 大概这个地方哦 然后这边的话我再留四个四个也可以 所以 因为我下面还要包一节哈 我下面还要包一节哈 很好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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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捡到四个叶子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里 一 然后第一 有一个我捡到一二三四 我们大概 我看 这个地方吧 我大概这个地方 再做一个这个地方 我大概这个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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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 但是 对 就是 就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